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 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雅易发声 推广中小企业发展 请看美南报业电视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法院裁定前总统川普34项控罪成立 12名纽约法庭陪审员一致裁定 前总统在艳新封口案中所有罪名成立 这是美国历史上250年来首位被判有罪的总统 川普在庭后表示 这是一场被操纵的不光彩之审判 他表示真正的判决将在11月5号由人民做出 他一直是美国总统大选 现年77岁的前总统被控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 向艳新丹尼尔付出封口费 伪造商业记录等34项伪造文件 他否认曾经和他发生过性关系 法官预计在7月11号宣判 相信川普会提出上诉 法官可能会做出无条件释放 缓刑或感化 以至每项罪名最高四年监禁的刑罚 大部分人相信他不会因此而坐牢 根据有关的报道 川普曾经在一项巡回募款会上 发表惊人的言论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或中国大陆进攻台湾 他将轰炸莫斯科和北京 我们要非常遗憾地指出 今天的美国政治已经面临非常令人担忧 及严峻之历史考验 世界及国家还有前途可言吗